热点时评 为安倍遇难狂欢的国人都是何许人也 作者 蔡慎坤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慎说SK 原文题目为 安倍之后世界会发生什么 作者 蔡慎坤是独立时评人 专栏作家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节选 删去了对安倍遇刺过程的叙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7月8日上午11时30分 在奈良市发表演说期间遇刺 颈部胸部中枪 被送往医院救治 至下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 中年67岁 安倍在2005年和2012年 先后两次出任日本首相 是日本二战后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于2020年因健康原因辞职 世界舆论普遍公认 安倍晋三平易晋人 清廉自律 目光远大 执行力强 在安倍担任日本首相期间 实施安倍经济学 恢复了日本经济增长 并成功推动了日本以成为一个正常化国家为核心的对外政策转型 因政绩卓越 安倍一直深受日本绝大多数民众敬重 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 也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 安倍无儿无女 没有巨额财产 更没有巨额资产在国外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自己深爱的日本和日本人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绝大多数国人对安倍恨之入骨 当央视新闻发布安倍遇害的消息后 点赞贺彩的瞬间突破十万 一小时后突破百万 不知道安倍被枪击后叫好狂欢的是一些什么人 是否有被隔离被核酸折腾的死去活来的人 是否有钱存在银行取不出来的人 是否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 是否有莫谈国事岁月静好的人 对安倍晋三遇刺的生理愉悦反应 显然是仇恨教育杰出的怪胎 殊不知这会唤醒外界重新审视崛起的大国 实在不明白 一个致力于中日关系世代友好的日本前首相遇刺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兴高采烈 我以为无论是什么人总该有基本的良知 不要在邻居悲伤时幸灾乐祸 安倍任期内没有侵略过中国 也没有为昔日的侵略行径辩护 如此之多的人为一个不幸遇难的邻国政治家拍手称快 很可能让世界各国的每一个人感到惊恐或警惕 众所周知 安倍出任首相期间力主改变中日之间正冷惊热的关系 使中日关系步入正常健康的轨道 武汉疫情肆虐期间的2020年2月10日 安倍晋三宣布自民党内的国会议员每人将扣工资5000日元向中国捐款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安倍促成了中国政府首脑八年来首次访问日本 5月10日 中国政府首脑与日本天皇名人会面 上一次日本天皇会见中国政府首脑是八年之前的事 中国政府首脑当天还出席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随后在安倍晋三陪同下访问北海道的丰田汽车厂 2018年5月8日 朝日新闻发表中国政府首脑署名文章 让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业再启航 文章开篇写道 此次应邀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并正式访问日本 是我首次访日 也是中国总理时隔八年再次到访日本 我这次来就是要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政府首脑乐观预测 中日关系站在重返正常发展轨道的路口 2019年8月10日 日本外务省发布消息称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南 在日本长野共同主持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 双方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坦诚深入的交换了意见 这是中日关系自大阪十点共识后的又一突破 也是中日战略对话时隔七年的重启 从2018年5月中国政府总理访日到10月日本首相安倍访华 再到大阪共识 安倍都在不遗余力的提升两国关系 只是一场疫情到来 不仅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出现良好势头的中日关系 实际上40多年来 无论中日政局如何动荡 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格局并没有完全发生改变 民间社会的反日情绪只是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渲染的结果 中日两国一直有不少人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大凡去过日本的中国人也对日本抱有特别的亲近感 并不像抗日神剧中渲染的那么极端 安倍晋三去世的消息被证实后 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纷纷对安倍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 美国总统拜登赞扬安倍晋三 是我们国家联盟和人民友谊的倡导者 作为在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他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将持续下去 最重要的是他深深的关心日本人民 并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他们 在他被攻击的那一刻 他也在从事民主工作 美国前总统川普第一时间发文 安倍是我真正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是美国的朋友 这对日本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们是如此的爱戴和钦佩他 我们都在为安倍和他美好的家庭祈祷 川普非常感慨的说 很少有人知道安倍晋三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和领袖 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但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热爱和珍惜他的国家 我们将非常怀念安倍晋三 再也不会有像他这样的人了 印度总理莫迪称 安倍晋三是一位世界级政治家 并为提升印度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莫迪在一组推文中说 安倍晋三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对安倍的去世 他感到难以言表的震惊和悲痛 莫迪说 为了表达我们对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最深切的敬意 2022年7月9日 印度将举行为期一天的全国哀悼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这起枪击案令他震惊不已 他赞扬安倍晋三的领导能力 英国在这个黑暗和悲伤的时刻 与日本站在一起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说 日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首相 并说安倍将一生献给了他的国家 为世界稳定而努力 德国总理肖尔茨对噩耗感到震惊和悲痛 在这困难的时刻 我们与日本站在一起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一份声明中 抨击这是不可接受的犯罪行为 他向安倍的家人和日本人民表示慰问 他们失去了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 和受人尊敬的政治家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形容 这是一起卑劣的攻击案 安倍是真朋友 是多边秩序和民主价值的坚定捍卫者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 他无法理解如此伟大的人物会被残忍杀害 并指刺杀是懦弱的行为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他深感悲痛 安倍一直是民主的捍卫者 也是我的朋友和同事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赞扬安倍的创新精神和改革愿景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推特发文称 深感震惊 我们此刻与他的家人以及日本人民同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脸书中说 安倍是新加坡的好朋友 得知安倍被枪击 他深感震惊 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行径 被俄乌战争搅得精疲力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已经联系了安倍晋三的家人表示自己的哀悼 并希望他们节哀 普京称安倍晋三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为我们国家之间的牧林友好关系的发展 做了很多事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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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